台南市复兴派出所远警听到有同仁 透过无线电跨区寻求支援围捕疑似毒品案件人后 马上就开着巡逻车前往 结果行经中山南路准备要左转的时候 跟对象的执行机车发生了碰撞 强大撞击力 骑士摔飞倒地不起 脑出血 左大腿骨折 现在还在医院治疗 尚未脱离险境 远京跑到上汽不接下汽拼了死命往前冲 边跑边请求支援 因为眼前这名男子疑似毒品案件人口 而其他所的同仁听到呼救后 马上开车直奔现场 没想到途中要左转时 一台执行车完全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 这么一状骑士连人带车喷飞倒地不起 机车的车头几乎全毁碎片散满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整齐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南 这名员警听到无线电后 开着巡逻车准备前往支援围捕毒虫 但行经中山南路时 和对象车道的骑士发生碰撞 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他送医救治 但由于他严重脑出血 尾狼气胸和左大腿骨折 目前都还没有脱离险境 虽然巡逻车全程都有开警示灯和警报器 结果还是不小心发生意外 而至于车祸的详细原因 还有在进一步调查厘清 见黄富奇台南报道